随着高速3G打印机的日益普及了 现在越来越多3G打印机厂家 也在生产高性价比的高速3G打印机 我面前要开箱这一台 是来自于硬卖的TX 这一台3G打印机 是绝对具有性价比的高速3G打印机 我们赶紧来开箱 这里就是包装内的全物品 硬卖TX是整机一体打包 开箱即用 整机有做风箱 前面是玻璃门 顶部可以使用这种折叠的罩子 这个罩子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把它放到上面 再把门关上 这样就可以全封闭式打印了 非常适合打印ABS等高强度的材料 配件方面有两卷耗材 一卷一公斤的 还有一卷小耗的 还有使用说明书 快速安装指南 以及各种检查表 还有一小块固体胶 剪钳 小铲子 扎带 通针 捏子 U盘 还有一个用它打印的测试模型 看下这个模型是它出厂打印的 这里还有螺丝刀和一些小配件 还有料价 电源线 以及屏幕 硬卖TX的整体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整机都使用了CNC旅行材 使用了CoreSY架构 这个是高速3D打印机必备的结构了 打印尺寸是220毫米乘220毫米 Z轴高度是250毫米 电源开关和USB接口都进行了内置 值得注意的是 Z轴是使用了双电机 很多类似的机型都是使用了单电机的Z轴 挤树机是使用的12.5比1的大扭矩挤树机 而且是进程挤树机 整机还需要简单拼装一下才能使用 首先将门上面的把手安装一下 然后将这个屏幕安装一下 将排线接入 将屏幕卡在这个位置 用扳手固定 随后再将机器翻到背后 将这个料架给它安装一下 接上电源就可以开机使用了 在背后这里还有断尿检测模块 在这里还有网线接口 这个罩子的做工也相当不错 这上面是有一层双面胶带的 可以直接粘在我们的机器上面 这种设计还是很有趣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PLA打印的时候 千万不要盖上这个罩子 接下来我们来开机使用一下 InMyTX 接入电源开机 开机之后 这个顶部还有LED灯条 可以照亮我们的模型这一点好评 使用的是触摸屏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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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连接一下WiFi WiFi连接成功后 点击下一步 随后它会进行温度校准 振动补偿校准 以及自动调频 首先进行热床的共振补偿校准 然后对打印头进行共振补偿校准 共振补偿是高速3D打印机必备的功能 好开始进行自动调频了 自动调频也是目前主流3D打印机 必备的一个功能 可以让新手快速使用3D打印机 避免调频不行导致的各种翻车 全部弄好之后点击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硬脉TX的系统 在左上角这里可以查看喷嘴和热床的温度 点击它可以直接选择文件进行打印 可以选择机器里面的文件 也可以选择U盘文件 然后这里是一些选项 有照明灯的选项 有视频录制的选项 还有空气过滤 辅助散热风扇的选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设置选项 可以设置语言 还有各种售后的教程 还有重启固件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配置的介绍 然后最后这里还有一个设置 它可以实现自动归零 也可以实现镜尿 还可以进行温度校准 震动补偿校准 以及自动调频 在这边还有WiFi连接 整个系统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它是搭载的Clip固件 Clip固件是所有DIY3D打印机玩家 必备的一个固件 可以说是非常好玩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使用它 我们点击到镜尿这个选项 准备来自动镜尿 耗材我也是使用硬卖官方的耗材 这一卷耗材是不包含在整机里面的 据了解硬卖的官方耗材 搭配它们的配置文件 可以有更好以及更稳定的打印效果 线盘是很整齐的 将耗材放入到背后的料架上 可以将前面这一端给它拧断 然后塞入到我们这个管子里面 一直往里面塞 随后我们点击机器上向下的箭头 来进行一键尽尿 这个镜尘起诉机也非常有意思 它这里是一个透明的 当温度达到之后 它会进行尽尿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透明的模块 看到耗材从这里进去了 非常非常的直观 我们可以看到喷嘴这里有耗材挤出 就说明耗材安装到位了 然后我们装上U盘 这个USB内置可是真省空间 再点击屏幕的返回 选择打印 选择U盘文件 这里有很多文件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 这里还可以查看阅览图 直接点击这个三角形开始打印 好 接下来它将开始打印了 整个机器的使用是超级简单的 新手可以快速上手 开始打印了 来看一下打印的过程 再靠近看一下 也许我拍的不是很明显 我这边观察到是它的首层调屏 是非常平的 耗材是牢牢的站在热床上面 当打第二层的时候 速度整体增加 来看一下视频是没有经过加速处理的 可以看一下它移动的速度 是非常的高速的 特别的快 在打印过程中 整个机器并没有明显的抖动 在这里可以看到 整机的重量是达到了15.5千克 用料是非常扎实的 而整机的噪音 主要集中在打印头两侧的 两个模型散热风扇 这两个模型散热风扇 噪音会比较的响 但是由于高速3D打印机 需要更强的散热效果 所以这个噪音也无法避免 小恐龙打印完成了 将它拆下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铰链式的模型 打印完成之后 直接可以活动 我们可以靠近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成文 是非常细小的 整个打印速度 打印的表面效果 以及底面的调频效果 都是相当稳定的 E-MATX机器里面 还有其他几款模型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通过预览图 可以看出这款模型 是测试散热效果 以及拉桥能力的模型 打印时间只需要22分钟 我们来打印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搭桥模型 现在正在搭桥中 目前还没有出现翻车的情况 搭桥一切正常 来看一下搭桥的过程 搭桥就是凭空的 将材料打在两个桥上 它是凭空出现的 搭桥模型打印完成了 取下来看一下 没有任何翻车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桥都完美的搭桥成功了 而且没有任何拉丝的情况 这是因为E-MATX 它使用两个强力的涡轮散热风扇 用来模型散热是效果很不错的 我们可以将它取下来看一下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风道 是这个样子的 两个模型散热风扇 然后我们来打印 所有三级打印机必须测试的模型 一个小船 在这里它有两个小船的文件 标准版的小船文件 是39分钟的打印时间 快速打印的小船 是13分钟的打印时间 13分钟能打印出一个完整的小船 绝对能称之上是高速三级打印机 我们就来打印这个文件 E-MATX在每次打印之前 都会进行共证补偿 和自动调频的操作 现在这个小船已经开始打印了 可以看一下在打印小船的时候 整个机器在高速打印过程中 都会发现明显的震动 整个打印头的移动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特别的快看到没有 又来了又来了很快很快 看一下这个打印速度非常地快 打印完成了 只要13分钟 这个小船就打印完成了 靠近看一下它的打印细节 看一下这个小船的打印效果 这里有两种不一样的光泽度 这是因为上面这个地方 它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打出了哑光的效果 13分钟打印这种效果的小船 大家觉得InMyTX怎么样 特别是它的首层打印效果 非常的平整 InMyTX是双Z轴的 有两个独立的Z轴电机 当我按压之后 可以看到平台都是不平的了 但是它可以通过自动调频技术 让它的首层达到更完美的效果 用InMyTX又打印好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可是巨大一个 看一下 使用的是0.16的层高打印 看一下这个表面 非常的光滑 看一下这个细节 这台机器 它的使用体验和稳定性都还可以 这款模型还有一个底座 我们再来打印它 底座也打印完成了 同样也没有任何问题 看一下它的外壁 外壁也是特别干净的 很光滑 然后将两个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无支撑打印的手办模型了 后续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上色 随后又来打印一款模型 使用默认的配置来打印它 打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可以看一下打印头的移动频率 而且打印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表面特别的光滑 打印完成了 来看一下这个胸向 非常的完美 看一下 将这个底座给它安装一下 这样又做好了一个胸向了 随后我们换上一卷材料 再来打印其他的模型 来看一下打印的过程 一切都很稳 都很正常 这个彩虹渐变的颜色可真好看 打印完成了 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龙舟 看一下这个打印的细节 这个细节还是很棒的 支撑拆一下 这个龙舟是一体成型的 打印之后直接可以活动 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符合端午节的文化形象 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 外貌爆端最火的龙蛋模型 看一下咱们的硬卖TX 适不适合做农场机器使用 点击打印 只花了6个小时 这一套龙蛋打印完成了 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首先这条小龙是完美可以活动的 每个关节都很灵活 打印完了之后直接可以活动 然后把它放在龙蛋里面 再把龙蛋给它盖起来 这样这一台硬卖TX 也可以做一个农场的专用机来使用 靠近看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个人感觉还是相当丝滑的 由于时尚关系 硬卖TX的整体使用体验 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这台机器让我最大的感觉是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打印质量很好 它也是目前2000元以内 最具性价比的高速3D打印机 如果有学了朋友 可以去查一下这台机器 我也会将本视频 所谓用到的模型图纸 分享到评论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